我有话要说 不要不要不要 你跟我说 听我讲嘛 对的 您有意见要发表吗 让我们一起进行大家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听 等着中文台 我们在今天 为朋友们再度邀请新星王子 参加我们的节目 带给大家在11月份 我们各个星座在11月份 要准备些什么 注意些什么 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 在11月份心想事成 福星高照 红运当头 来我们先欢迎王子 王子好 欢迎参加 大家好 我是新王子 是 这个月我们大伙能够 复兴高照 红运当头吗 这个 说实话 我们现在录音的同时 因为那个 还不知道选情如何吗 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播出的时候 对 我们播出的时候 应该已经知道 是哪一位总统了 但是不管如何 都希望他能够 对美国 对国家有未来更好的 这个发展 跟表现 但是11月呢 在整体的星象上来看 就是有两个星象的变化 一个是土星 要回归到顺行了 那因为土星 我们曾经讲过 土星是一个凶星 那土星这个凶星呢 他在逆行的时候 因为像说 我讲一个 有一个恶霸 在追着你跑 突然间他往回跑了 那这个 就突然间 这个凶险就减少很多了 就土星 在逆行是恶霸往后退 那但是顺行回来之后 这个恶霸又回来了 所以现在土星正在顺行 准备要顺行 大概在15号的时候 11月15号的时候 就要顺行了 那这个一顺行之后 当然就会造成很多事情 可是我们必须讲 土星的本质上 它是要提醒我们面对责任 那面对 我们必须要努力 跟刻苦完成的工作 那应该这样讲比较好 那火星比较倾向于 更像恶霸 那土星比较倾向于 这个追着你交作业的老师 这个老师又回来了 所以要你把一些作业完成 所以就变成说 在工作上 或整个大环境上 会有很多考验到 你自己实力的机会 跟状态出现 如果你本身实力很好 你是一个非常认真 努力工作的人 那土星顺行逆行 对人来说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是 就跟我们常常常谈到 因为这个月 还有一个形象叫水星逆行 水星逆行在26号也会出现 26号也会出现 那但是水星逆行也是一样 我都觉得 这个有些星座专家 过度强调水星逆行 那我反而觉得说 这个事情是没有必要 因为如果我们个人的生活常识 够好 或是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还够聪明 就不应该觉得 自己会不会水星影响 那我们只要平常 这个讲话 谨慎小心 这个是你的使用智慧表达 然后多学习 多看书 然后甚至于在骑车 开车 使用交通工具的时候 都是谨慎小心的 不会胡乱的乱开车 那这样的话呢 还有面对生活常识 就是如果小时候 学习都还没问题 那被水星影响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 因为事实上水星影响最大的影响力 会在12月嘛 那11月只有几天 四五天的影响而已 那所以应该影响也不太大 但是因为水星在 大概下旬开始 就会产生一个情况 就是流 流就是停滞 在一个度处几乎不会动 所以平常水星可能都会移动 可能最近水星就比较不移动了 那比较不移动之后呢 当然可能会造成 你要留意啊 这个是最怕的问题 不是说我自己犯傻 我自己犯傻 那是没办法 那学点经验啊 你缴点学费 学点经验 那可是万一碰到你的 那个办公室同事犯 啥那你就 那就猪队友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要提醒一下 然后呢 因为土星啊 因为像说 老板交代你要交作业 那你赶快把作业交代给老板 那你就没事了嘛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老板老师来教你 要你交作业 你赶快交出去嘛 那所以呢 可是你就怕 有时候你要交作业 交着交着 结果被你的猪队友给影响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就特别留意一下 但整体11月来说 是辛苦的 辛苦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段时间就比较没有什么 不饶而获 或者说你也不太可能 靠着什么投机 都可以解决问题 那这个有些时候 只能靠一 就像我们讲的 这一针一线啊 一步一脚印啊 你就得慢慢的 去把那个功啊 给磨出来 就不能够去想说 我今天投机啊 就是这个 这个随便 随便做一做 或者是说 找别人方法 找个捷径去完成 看来啊 这个成果 就不会如自己所预期 那因为11月 整体来说 就你做多少 会得到多少 OK 它的成绩非常明显的 嗯 所以11月份 大家就是 我们就讲 就是说 一分更余 一分收获 在这个时候表现 是的 的确如此 好 所以朋友们 努力啊 努力啊 好 是的 好 那么下边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吧 我们各个星象 各个星座 到底如何能够 最好我能够 一分更余 王子我们这样子 更多收获 我不要一分收获 我不要十分 我三分 不可以 没有 其实啊 我自己在教学生啊 我也告诉学生一些道理 就是 有些时候我们在学 在学这种命理啊 你要把它看成 是一种人生的道理 不是说今天 我们多么的穿着附会啊 或者说 多么的这个 这个为人耸听啊 其实不是 其实我在跟客户聊天也好 或者是我在 我在跟我的学生 教我学生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就是帮别人 把他们的生命过好 那我觉得我们在 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变得更好 都不要用这种 太过于有 觉得好像我们 就是这个算命的 好像我们就是 就是那种 这个乱讲话的 或者是讲 这个讲话 不负责人 或者是那种 为人耸听的 你不要这样想 因为事实上 我们在直接 在跟客户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都很渴望 客户可以变得更好 更棒 那我们只是 比他们了解时间节奏 那我们希望 在时间节奏上面 可以掌控 然后可以找到更多 所以我会 外交学生 就会跟学生讲 我说 我们的人的运势 觉得因为我们 所经历的 包含人生的岁月 或者是包含 我们的成长 而有所改变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 让我们自己学会 在先前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努力一点 砸点工 没有办法说 今天走捷径 一辈子都要走捷径 万一有一天 山穹水尽 没有捷径可以走了 无路可走 对 那就是辛苦的 所以有时候 我就跟学生讲 我说 我们到了这个岁数 有时候你看 来的客人 来的客户 如果年龄非常大 他其实精力是很多的 你不要拿小孩子 那一套讲给他听 你要让他更明白 因为你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了 所以 刚刚Pamber讲到说 我是不是可以 一分努力 三分收获 我觉得 我们如果今天前面的努力都够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没有问题 说我今天虽然务实的说 我请问大家 还是要很认真 去面对生活 可是呢 还是我也必须讲说 如果我们之前的努力 都非常的好 都很足够 那我在这个时候 就冰来降倒水来涂眼 因为我为什么 我因为我前面 做的那个城墙盖得很好 我前面那个 那个沟渠挖得很好 对不对 我甚至水坝水库都挖好了 我就是预备 要去做的好这件事情 那等到状况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顺利解决 当然就可以顺利解决 所以你要讲 像台湾很多台风 可能在美国飓风很多 那你说来台风也好 或飓风也好 其实你就是做好准备 做好万全准备 那我们减少伤害 或者是 让我们所努力的东西 可以得到更多 还是说 我虽然讲说辛苦的 但是如果说你们前面 大家努力前面很足够 那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我们来看 火象星座 从火象星座来看 好 对白羊狮子跟射手来说 这个月呢 其实外在环境 没有提供良善的表现 那这个也符合我们刚刚谈到 你要够努力嘛 你努力够多 其实你不用担心 你这个外来的条件 对你好不好 是不是会给你一些好的机会 你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你自己啊 努力的就够了 因为这个月来说 整体啊 外在环境 虽然看得不漂亮 状况不是很好 也不是那么适合 可是你自己如果努力够 尤其在工作上 这段时间其实很积极啊 就认真去达成 就可能会有所突破 这个跟上个月啊 状况就不一样 因为上个月对于白羊猪来说 就很辛苦 为什么辛苦 有很多时候啊 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是 只能随越而安啊 到哪里啊 算哪里 那你因为到哪里算哪里 因为你不去预设 结果事情可能很轻松 可是可是这个月呢 状况就比较轻 就会轻松更多 因为贵人增加了 贵人增加了 那这个贵人增加的意思 告诉你什么 因为前面啊 你的努力还蛮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有些难的事情啊 可以在这个时候 尽量去完成 那虽然说外面 看到一些风险 外面当然有风险 比如说现在台风出去 如果假设像台湾有台风 或者说现在风大 雨大 你出去你不拿把雨伞 怎么可以 就是你先预期看到外面的风险是什么 发生一些问题 你就把一些东西先预备着 你防万一 那就可以立刻把状况给解决掉 所以这个月啊 其实百样座也好啊 市场座也好 或者是市场座也好 只要认真去执行一些事情 成绩大度会出现 尤其像百样座 有一些过去难做的事情 不好做的事情呢 这个时候赶快来解决一下 可能都会碰到一些人还不错 会碰到一些状况 实际的帮你把工作上的问题给解决掉 所以其实这个月工作上来看 很好的 情感关系上也不错 所以这个月火象星座 不要管 先不要管 外在环境上面是提醒 你必须要小心谨慎 但是你实际在继续操作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充满乐观的 尤其像百样座 乐观度非常高 但市场座要注意一下 因为市场在这个月啊 其实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 不要太过于夸大 这个月考验什么 考验你会准备 如果你准备的够好 这个月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你 你没有一点都没有准备 就夸下海口 拍下胸脯啊 就是说 你就打了包票 那这个状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OK 所以这个就提醒一下 但射手座要留意啊 因为这些射手座 刚好生日前一个月 我常常提醒大家 就生日前一个月 一定要谨慎小青啊 那刚好射手座 在生日前一个月啊 那这个外在环境 会容易发生你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 不要什么提早暖瘦啊 然后不要出去 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啊 这个 那是外面 下了那么大的风雨啊 你就不要走出去 一走出去 平常啊 那个运气很好 都不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月啊 运气呢 就稍微留意一下 都可能会被别人给干扰 会影响 坏在环境 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啊 所以提醒一下 射手座在留意啊 在面对生活上互动 可是在职场上呢 也很多的专注 跟热情要拿出来 但是千万记住 不要白目 就是你可以专注热情 那你不要白目 就有些状况 你得看清楚嘛 还有一个职场伦理啊 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月啊 有一些就是反作用力 如果你对别人不好 或者你 你这个对你的长官 有所质疑 甚至于呢 你可能大脸 大啦啦的 就是在外面 就直接批评你的长官 那这些状况呢 到最后都会回到你身上 所以这个月有些 有一些那种 过去所做的不好事情 会回到自己身上的感觉 所以也有一个 也就是一个 报应 像一年 很报应 没错 他真的 这真的很像 我们一年啊 叫最后 我们从生日开始 过了这一年 对对对 过了这一年的前一个月啊 就是回头反省 自己过去所做的怎么样嘛 那所以这一月 就是这些状况 特别小心 因为并不是 如自己所期望的 很多事情 但是呢 你还是要更专注 我们刚刚讲 不要白目 就是你要认清环境问题 这个时候 有些人讲话 你讲给他听啊 你可能就是 可能会得罪他 所以你这个月就 随便不要 不要跟随便 开玩笑 好 你就是随便 跟别人开玩笑啊 那个别人不开心了 一点状况 然后到最后 这个在老板面前 捅你一刀 你怎么知道 好 这个事情就很难讲 自己要小心一点 事实上当然很乐观 可能不在乎这些事情 可是也是说 做着做着 被人家捅一刀 也很麻烦嘛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啦 但我讲这个捅一刀 不是真同意到 就是说这个案件伤人嘛 总是有人会这么做嘛 留意一下 好 要提醒大家注意 是是 我们再看土象星座的朋友吧 土象星座朋友 土象星座朋友 一些金牛座啦 摩羯座 处女座啊 这个月其实也是有一点 担心 什么担心 内心的担心 可是担心 到底会不会发生呢 也不一定 因为土象星座有个好处 就是之前都会做好准备 尤其像处女座 这个 像这个月 处女座担心会特别多 为什么 变数太大 外在收风就是雨啊 变化太大 因为变化太多 你所预备好的状态 根本来不及面对这些变化 可是我们必须讲 你原本预备好的 并不代表你长期要准备的 因为你这个 这个刚好啊 因为我们要讲11月份 也刚好碰到一个节气叫利冬 利冬这个节气啊 你想 在我们古时候 我们华夏文明来看 利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 作物啊 最后的作物 赶快收成收成 然后这个树上的果子啊 赶快栽一栽 就准备储存了 那甚至于像我们的 我们的华夏来看 客家民族啊 更容易是什么 赶快把这些 这些东西啊 淹制起来 淹制起来 比如说这些什么 我们讲挂柴啊 就是那种 割菜 就讲翻译前的割菜 对对对 就把它淹成了这个梅干 或者做梅干菜 就是很会做酸菜 很厉害 那这些梅干菜酸菜呢 就帮忙在过冬的时候 可以用啊 所以利冬本身就是一个 预备的概念 所以对土壤心中来看 时时刻刻都在做危险的预备 就是以防万一的预备的时候呢 你说这个月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其实没有 就照着过去的经验 跟执行的一些方向 去执行就好了 所以你不要去太 因为外在环境 使自己变得好担心 我觉得这个反而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 这些事情就是 你早就已经在心中揣摩过了 当然要问你自己啊 如果你自己不信邪 然后是那个闯祸 那也没办法 可是一般来说 土壤心中很少 让自己做危害自己的事情 那这个真的过不好的 土壤心中大概就是 就是这种类型的 可能常常危害自己 但是一般来说都还不错 所以严格上来说 我们刚刚讲 这个村女座 很多变动的发生 那就因应这些变化呢 去把你自己过去经验提供出来 赶快去做调整 这些东西搞不好 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SOP 也就是重新调整一下 也许这个状况过去的SOP 因为他们都有一些标准的作业流程 那这个标准 村女座真的是有标准的作业流程 他们在标准作业流程过程当中 他们有些事情就是需要用一个基本的模式去处理 可是有一些时候基本模式会因为环境变化 而有不同的改变 所以这个因为也比较倾向于去修改一些SOP 一些过去的标准的处理方法 可能要做点新的调整 那这个对于金牛座朋友来说的话 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的状况 你就一不动 一不变硬万变 你不动就好了 你不要因为别人说 那个威胁你也好 或者说一些让你觉得很担心的事情 然后就让自己变成惊弓之鸟 其实是没有必要 那因为这个月有很多状况 其实就是你要去看到 你如何去跟别人合作 那因为你在别人眼中 是否有价值的事情非常重要 尤其在职场上面和感情关系上面都一样 那如果你像有些感情关系 我们可能前面就没特别谈 那金牛座要特别提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感情关系就是 如果你没有去做出 让对方感觉到你有存在的表现的话 也就是说你今天 你不要老是保持沉默 或者对方问你什么都不说话 你要赶快及时反应一下 那这样子对你来说 情感关系互动才有正面性 还有就是你因为有所表现 那对方对你来说是有所依赖的 所以呢你才会有你的 在跟这个人相处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金牛座朋友 在这个月蛮需要注意的 的确有很多状况 会来跟你互动人身上出现的 可能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可是这些事情 搞不好都是你一种新的成长 会学习 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那种 改变一些事情的方法 所以这个月其实还算蛮正面的 那另外就是摩羯座 摩羯座朋友在工作上来说的话呢 这段时间小人的确比较多 可是小人 对 但是摩羯座有一个好处说 虽然小人多 可是他们通常会避着点 我知道你是小人 我当然避着点 我就避开你嘛 所以他们其实也能够避得开 自己小人 他们这个是天生的警觉吗 对 因为摩羯座的个性呢 就很像我们在看一些影片 什么自然影片当中 那个在爬峭壁的山羊一样 他们的个性就非常像 就是那种就是一点点 一点点可以踩的立足之地 他就踩得好好的 所以他就比我们更早爬到山上 然后呢一点点草 他就可以吃得下去 为什么吃下去之后呢 他要活下来嘛 所以想办法吃 即使一点点资源 都要把他吃得干干净净 这样才能活下来嘛 摩羯座个性上本来就这样 所以他绝对不会去做过度危险的事情 尤其在他没有考量清楚的情况下 根本就不能会做 所以这个月基本上 他已经看到风险 他就尽量避开风险 这个能力是蛮强的 所以应该没 应该上 应该来看是不会太大问题的 但是我还是要讲 因为其实是如此 摩羯座朋友还是要留意 这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个性 是摩羯座比较没有的 因为摩羯座会去思考的是 一个事件的发生 对我来说有没有利益价值 那如果没有价值 没有利益 那为什么去执行它 可是有时候 有些时候 有些利益跟价值是长远的 好 这种事情问双羯座 双羯座就会比较清楚 他就比较明白这种感觉 比如双羯座很愿意帮别人的忙 帮别人的忙呢 其实看起来好像 好像这个你浪费气力的 帮那么多人的忙 那个连去天冷屁股 好像看起来很不值得 可是也许双羯座到一个年岁之后 才发现我过去帮别人那些事情 变成我的资产 变成我的经验 那摩羯座其实长期来累积 就想累积这种东西 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看得更远 也就是今天如果有人拜托你 如果我们讲11月 有人拜托你 拜托摩羯座员 那看起来做个事情 跟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做完这个事情 一定好处都没有 看起来当下是如此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朝着 你请我做这个事情 我没做过 我来学学看 那你用这个心态之后 你发现你就学到个新东西 其实非常适合 就是跟别人去学点新东西 那就是别人要求你来帮忙做一下 你去帮忙做 所以你更可以主动的去帮忙 去想说 开口说 这个我来帮忙好吧 你教我怎么做 我来帮你完成 我们一块做 你可以学到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学习机会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风向新作的朋友 风向新作的双子座 然后那个天平座 还有宝瓶座 就水瓶座的朋友 那风向新作朋友 这个月其实变化蛮多的 那当然当然第一个他们属于风向 风向反正就变来变去 反正就变来变 他们喜欢变 可是呢 虽然是变来变去 可是你的外在 不要那种 不牢靠的感觉 必须也就变成说 你不要太浮躁 这三个新作 这个月绝对不要太浮躁 那事情都要稳着点 就不管你听到多么夸张的讯息 听到别人怎么聊天 你就一副那种老神在在 好像这个事情 没问题 我了然于胸 我都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都知道什么状况 你到底知道没关系 你赶快手机拿出来查一查 也知道了吧 所以这个月其实也不要 不要太过惊慌 或者过度惊慌 或者过度惊吓别人 你又保持稳定状态 可是这段时间 其实你可以得到很多讯息 所以讯息什么意思 就是跟别人交谈 你搞不好听到一些 你想听到的东西 然后看着一些 看一些杂志 看一些网 搜寻一些网络 或者看个电影 看个电视什么的 你搞不好也学到你新东西 所以这个月 其实会有些新的东西产生 这个刚好是水瓶座 也就是风向新作 会喜欢的东西 这种新的变化 所以尤其像双子座 你是跟别人互动 看起来来者不散 搞不好别人说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反过来 去了解的 你说这个事也很有兴趣 你可以多说一点 你知道 其实你知道 照卡内基所说的 就是你对别人所说的话 对别人的内容 是有兴趣的话呢 这个事情会让对方 更想把他知道的说出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让你对别人有兴趣 那因为对别人有兴趣 你反而会听到很多 在工作职场上 搞不好你有很多困难 你也不方便开口 那既然那个人就说出来了 你顺道也问一下 哎呀 你应该这么厉害啊 这个你可以多说一点 这个我有点不太清楚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学到很多 所以我觉得双方座 也可以透过跟别人互动 学到很多事情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别人聊 就算陌生的人 会两个人坐在公园长凳上 顺便问一口 哎 鬼心啊 哎你做什么工作啊 哎 哦你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啊 就可能聊一聊 你就学到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那听没做朋友来说的话呢 这个月啊 要自己找事做 你不能太不能够太那个闲闪 不能太安逸 就是这段时间的确有享受生活 享受幸福的感觉 可是这段时间你不行 你还是要保持啊 活有那种活动的状态啊 就要让自己动起来 这个对工作上也好 不然你老板老是看到你在咖啡厅 在那个茶水间 老是看到茶水间跟别人聊天 或者每一次看到你都在聊天 每次看到你在茶水间 每次看到你在吃东西 那你太有意思了 不行不行 这样不可以啊 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要注意要注意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水瓶座 水瓶座其实这个月啊 状况还蛮好的 而同事之间的交流跟互动 还蛮重要的 那尤其呢 老板可能交代以前工作 或你工作上没有碰到什么难题 那你就跟同事聊聊天 或者有经验的同事 去询问他一下 这个对来说 其实会得到很多很好的 那个 那个讯息啊 帮助你解决问题啊 好我们来看最后 就水象星座的朋友 巨蟹座啊 天蝎座啊 还有双鱼座啊 那对水象星座的朋友来说 刚好因为天蝎座过生日啊 所以其实 巨蟹座也好啦 双鱼座也好啦 还不错 因为外在提供能量呢 还算蛮正面的 那这样虽然正面啊 可是在工作指导上 执行的过程里头啊 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看到成绩的 看成绩的 比如说对巨蟹座来说 你有实际努力过 就可以得到成绩 那你如果只是想要夺取别人的成绩 那对不起 那些成绩永远不会是你的 我们也讲过 11月其实都是辛苦的 你要认真去做 这既然是你会的东西 就好好的展现出来 不要你会的东西 还扭扭捏捏捏 有些时候巨蟹座 就会有点扭扭捏捏捏 或者是有太多自己的期待 那期待过高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的那种失望 这会其实没有 你就专注在把问题解决掉 一点失望的东西都不会跑出来 为什么 你的想法上面 看法上面 跟执行力上都在针对 你要去面对的问题嘛 那自然就不会有哀怨的情况出现 那对天天座朋友来说 因为刚刚还在过生日 所以而且工作的成绩 本来就很明显 也就是上个月 10月的时候呢 很多工作的表现 默默都已经在执行了 所以这个月 只是把它执行的更好 得到更多成绩 还是稳定的去完成这些事情 天天座就没太大问题 那专业座朋友呢 在这段时间 其实贵人运不错 工作上职场上贵人运不错 但是呢 老板要看到你工作的成绩 那你得把成绩 一个一个就先做完 你就不能够马虎 就是说完就拖拖拉拉 拖到最后 这个月不行 你要先预防 以防万一 先要预设好状况 赶快努力的把这些事情完成 就不能够等到 觉得说 没关系 我到最后再说把句 就不行 你不能拖到最后 拖到最后 所有时间都可能会被 其他的人 或者一些其他的状况 突发状况给干扰 使得你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你奋力的工作 所以这个月 有办法先完成 赶快先做一点 OK 就是说不能够拖 不要拖拖拉拉 看到就解决 看到就解决的意思 是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在今天 谢谢王子 再一次的为我们的朋友们 把12个星座 12个月 我们这12个月 各个星座 在这一个月份 11月份 11月份的各星座 到底运势如何 或者怎么样趋吉必凶 我们应该来讲 科学分析 让大家能够 红运当头 复兴高照 是是是 希望是 希望这样子 再次的谢谢王子 不开心 辛苦辛苦了 我们很快的 展开 12月 别忘了 12月 王子 我们要再辛苦 下一次再麻烦你 谢谢你 好的 好的 拜拜 拜拜